Hello,大家好,Channel 前幾天網傳威尼斯人酒店說水浸,一定是水 有網友昨天開車去買東西的時候 進去商場地下停一場泊車的時候 果然是,一定是積水 見到受影響的區域應該主要是停車場的A區 有部份車位可能積水比較多 所以暫時封了,暫時不讓人拍著 網傳曾經說可能是大運河漏水 有沒有那麼誇張? 不過現場消息指應該是爆水管才對 那條水管真的相當粗 你看,爆到那麼多水 浸到整個停車場都是 不過他們員工很快手快腳已經清了大部份積水 相信影響不大 看看影片,雖然暑假過了 但見到威尼斯人商場依然都是人氣旺盛的 所以內地客最喜歡來就是這樣 位於路坦城金剛大道的威尼斯人 佔地200萬平方呎 開幕時亞洲最大的單動式酒店 是全球最大的賭場 他的優點除了有大型酒店,客房夠多 還有賭場,大型表演場館 陳奕迅也在開演唱會 最大的特色就是購物中心有三條運河 不過沒有互相連通 每條運河都有這麼多拉船穿梭 船夫一路撐船一路唱歌給乘客聽 記得以前坐過的成人票價每人128元 包船就512元 現在不知是否這個價錢 記得以前很多內地旅客 扔了一些銀子到運河裡祈福 不過現在好像少了 好,這集先休息一休息 之前我掃片尾哲同魚為馬 多謝你們